嚴正警告 本期影片千萬不要讓我過一萬點閱率 我會非常感謝各位的大恩大德 哈囉大家好我是弱斯豪 今天我們來繼續進行 我們這個新秀特訓營的系列影片 那我們有很多的新系列都還沒有做 我為什麼要先做這一期呢 原來是在說有一個叫做 Reway的一個網友 他跟我說只要我這支影片一出來 點閱率沒有破一萬 他就donate我一千塊 他沒有說美金或台幣 但至少應該是有一千塊台幣的 我務必請大家千萬不要點擊這支影片 千萬不要 你讓我保持九千點閱 我就很開心了 各位觀眾們 結果主播今天也沒有要求各位什麼 我也只希望各位 可以幫我一個小麻 呃這個點閱不要過一萬 欸拜託各位拜託各位 好啦那今天回到正題 我們就要來做我們這個 真凡博的這個新秀特訓營 真凡博 中國黑龍江哈爾濱人 出生於2003年的1月 那現在人呢 正在點燃隊 也就是我們生涯模式裡面的那個ignite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看一下 是哪個球隊會選到他 然後並且我要以他來作為劍隊基石 我們來看一下他在五年之後 這個表現的話會是怎麼樣 好如果各位是第一次看我們這個影片的話 請按下方按鈕 並且開一小張 隨著觀眾們最新的影片中的態度 也可以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接受更多福利唷 好現在來到2022年的選秀 就來看一下是哪個球隊 會選到我們的真凡博 那今年狀元秀的話是克里夫蘭騎士隊 然後騎士是魔術隊 接下來是火箭隊 那今年因為畢竟 真凡博的話 是預計40順博被選到 那我們來看一下是哪個球隊選到他 然後我們就以那個球隊 來作為我們這個 劍隊基石吧 最後的話是 看一下應該不會那麼前面 哦 他沒有在30數位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 在下面 哦 馬刺隊 選到了我們的真凡博 OK 馬刺隊我就覺得有一點點 微微的尷尬你知道嗎 那我們這邊把一輪新秀全部都 那我們這邊把右門全部都拿回來 然後並且我們要把近期傳出教育傳聞的這個 Status一樣 把它給教育手 然後這邊可以自製報價的Runi Walker 我們這邊優先把Status一樣要回來 就儘管不把他教育手也沒關係 但至少我們可以把他有沒有 讓我們的真凡博去跟他學習一下 然後後衛的部分我們就一個都不要選 我們不要把自己後面堆爛 我們再把一個Danny Green 聖堂射手 拉回馬刺 Runi Walker要回來了 雖然我覺得你沒啥用啊 你800萬不要 好 這樣他們都要回來了 哇 今天POPWITCH退休了是不是 完啦 還真的啊 好啦 那我們馬刺隊就要贏了沒有POPWITCH的時代 今年我們的Dijon Tamboury 上升了這個3點評分 棋域球員基本上都下降了 喔 這個Konex跟我們的這個Vancel 還有這個Georgia Primo 這些都上升了蠻快的 我們這邊還是把真凡博的這個 前衣指線拉上去好了 其餘人的話 Jonathan Hardy被我們選到了 哇 原地起飛 我們再填更多後衛好不好 我們真的是後衛海捏在後面 來 真凡博 跟我們家的這個Celcian做學習 重壓下的風雅 貝蘭戰術組織者 然後 真球高手 我覺得他上球可以稍微練一點 我覺得今年就先這樣子 然後我們到時候再看 然後我在想 我又不要把真凡博 把他拉去發展聯盟一年 我覺得可以 只是這次我學到一個教訓 無論如何我要把士氣難度 跟士氣影響直接降到0 要不然有一個人直接被士氣影響到一個不行的情況下的話 我們也很難讓他有更高的成就對不對 好 今天我們先直接來到我們的這個季中 現在來到2月15號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家的這個 真凡博 長到77評分 其實是不錯了 而且三分球也有稍微增長一下 那我以後就這樣子 如果他士氣一旦不開心的話 我會把他的士氣直接調為100 他直接士氣降到0欸 不行不行 我們要讓你用最快樂的方式 好好的 加油 Fight on 好好的 哇 他士氣這樣一上升上來 他直接到7-8評分了 真的不誇張的 沒事沒事 他上分球繼續上漲 我覺得很開心 只是在於說我是想要把他換成一個 更適合讓他鍛鍊的一個球員 有沒有什麼球員年紀高 然後 屬性上要跟他比較合的人呢 我想到了一個人 怎麼樣 Ingos這個應該算是很符合他了吧 剛好可以用Cellis一樣去換 這應該很舒服的 中間下的風雅 好 接著團手 然後壁虎手練看看好了 那今天一樣先直接來到金波吧 今天來到金波 我們直接來到分區第五名 目前看一下我們的正番波 現在又下降2點評分 你心情在這麼糟 信不信我把你抓去那個 楊永心那邊 稍微電兩下 你會不會應該開心一點 哇 我好開心啊 他現在直接漲到7-9評分 所以就是我們的這個全新電療療法 電一波直接從士氣0 直接提到100%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這個遊戲實在太智障啦 如果每天給我的士氣不好的話 我覺得他學習起來也不會多開心啊 有人說過我們要在快樂中求成長 這就是我們現在最需要做到的事情 那今年紀錄賽應該 我們也可能很難打贏這個 單索的境外隊啦 就算打得過 我們下一輪也會爆炸 對象替吾隊怎麼贏 就問你 沒有一個球隊打得贏替吾 除了單索的境外隊 啊 今年的話應該是 OK 有大決賽隊贏得轉關機 非常非常的優秀 沒有人會在NBA2K裡面玩決賽隊 那今天選秀就沒什麼好看的啦 反正我們今年也沒選秀權 好 這兩位先回來 正翻波留下來 然後BestDiop就也是試看看啦 但有介於今年我們可能 新制空間留的還蠻多的喔 因為我們靠Purto跟Zubus兩個人 至少多疼了兩千多萬的薪資 所以我們可以要到LeBron James是有機會的 4120 這樣剛好 你信不信 就是差一點點 就這麼剛好 現在球員暫時先不用 然後我們把一些球員 看能不能留下來 正翻波那個薪水有點太高 所以我們這邊還是得要 疼一點點的薪資空間出來 好 硬構石這邊肯定要走了啦 這也沒那麼好說嘛對不對 換兩個選擇權 正翻波還是留不下來 哎呀 這個 我看能不能換一個底薪的 沒有陣 可以 可以 這個這個這個剛好 這個剛好 好啦 我們正翻波就可以要回來了 然後同時把Looney Walker也給要回來了 那兩個中文就不用想了 哇 肯定歐 Johnson Looney Walker只好放棄啦 差一點點薪水 因為亂機胡人隊也沒有要跟他報價 所以我這邊 爆他 3781 極限了 極限了 這個真的是極限了 花了整整七天 終於跟LeBron James 簽署合約了 真的是氣輸了 其他人就隨意啦 真的就隨意啦 來了 其他人只能底薪啦 雖然LeBron James下降了兩點啦 但是我覺得無所謂啊 我們最重要是要傳授經驗 然後我們的正翻波上漲了兩點 OK 我們今年可以再給他丟一年來發展聯盟 就只要他有任何心情不爽 直接把他調了100% 管都不用管他 運藏了潛力 正翻波上漲到了這個B加 LeBron James就是 在機中會被交易啊 不用管他 就是他在機中會被交易 好 Judge Hardy Hardy也算是我們正中非常不可或缺的一個球員啦 好 那我們正翻波打中鋒位啊 既然LeBron James要打四刀位的話沒關係啊 我們這陣容好像不差欸 說實在的 今年無論如何你都沒什麼藉口了好不好 什麼招式而他就讓他學什麼好不好 綠色機器叫鬼之切入 什麼都給你學 哇 正翻波這真的是頂級享受好不好 今年我們先直接來到機中 然後機中把LeBron James給交易走吧 那今年一樣先把他拉發展聯盟一年 心情不好立刻把他拉滿好不好 然後我們這邊再來看一下他應該要怎麼鍛鍊會對他來說最好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要怎麼鍛鍊他對他來說是最好的呢 切入過來這些應該都還可以 體能是不太需要特別去動啊 但是正翻波的防守有點 三分球已經82了 然後超級罰球這些應該是可以再練的 我們把他練成控球封線怎麼樣 看起來應該也還不錯 或者是把他練成一個外線三分射手 也是我們現在要練這個外線得分啊 這兩個先練起來 好啦 今年我們先直接來到機中吧 現在來到2月10超我們起來的話是28比27 來再來看一下我們的真凡博 到80平分了 可以可以 心情現在是感受到極度的怨念是不是 沒事沒事 你只缺了一下我們的電療法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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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我覺得沒啥必要 我覺得這個是趁早跑的最好時機 等到時候再不跑就來不及了 都要兩個球權嗎 我們要了就可以走了 你Broner對這件事有利 我也是這樣覺得啦 既然人家都要用這個 Jenry Brown跟我換了 我們就先換了 這樣我們的防守組就有保障了 然後我們正反駁 目前位置還在發展聯盟一年 我覺得也還好啦 這邊就讓他稍微練一點三分球啦 我覺得也只能這樣 因為我覺得這樣也很難給他練好的徽章啦 第二年就直接給他過了吧 今年再度來到基歐賽 那我們來看一下正反駁 他沒有在上漲了 這難道就是境外XX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是我們需要給他一點 精神上的打擊 這就是我們需要給他一點精神上的振奮 Fight owner desu 82評分 你看我絕對是一個好的教練 我可以用各種方法讓他們 打從內心的認證自己 我就是這麼屌 來Kendale Johnson 來上4號位囉 來Kendale Johnson上4號位囉 有啦 我們這個陣容真的是 不怕總冠軍拿不到啊 只怕我不想拿總冠軍而已啊 今年是對決修盾火箭隊 來看一下第一輪 第一輪 感覺 哎呀怎麼第一輪又爆啦 Yukiji啊 加選困啦 再加上Hongren Hongren真的很容易被火箭隊選到 真的很難受 那明年就是正反駁的第一個賽季 我們要好好的給他一點精神上的振奮啊 讓他知道其實我們球隊是很歡迎他的 今年給點選用拳嘛 我們去年這麼多操作對不對 又沒選用拳啊 哎呀 Jaren Ruiz 這位是208公分的中鋒位 還可以 那今天的正反駁一樣是這麼貴的嗎 2620萬 就幾個比較基本的留下來啦 沒有人要跟他爆架 那就隨便爆啊 哇 這位也太貴了吧 好我們把 有大鳥拳全部都要回來了 都要回來了 太讚了太讚了 我原本想說我們 這個賽季我們會爆炸 但沒有我們 今年完美的解決了所有問題啊 正反駁已經快要迎來他的這個 小巔峰了好不好 喔 他發4號位可以來到這個 發12評分 但我覺得我們還是要給我們整個馬斯隊 找一個中鋒位啊 正反駁 我真的覺得他很難在NBA裡面 打贏這些其他的中鋒位啊 我們先來到機中啊 今年做一些交易案 把中鋒位補齊啊 相信我們應該是會得到一個 不錯的一個戰績的 好現在來到 2月12號 34勝 二死敗 非常優秀好不好 正反駁 哇 長起來囉 我們要讓他快樂 與你分享的快樂 神國肚子擁有其他我們都不管 但正反駁必須快樂 那至於現在來啊 我們必須把一些球員給交易掉 難道我們要想一些比較難要的道嗎 Wizeman 哦哈迪 但不要啦 不會被壓嗎 哇 Juan Ruiz這邊居然有兩星半 但不要 哇這太狠了 這真的太狠 好最後選擇換一個 Robo Wellness 他是一個蠻好用的中鋒位啊 這位其實我還蠻想推薦給大家的 好我們這邊就讓我們的這個 Juan Ruiz跟我們的這個 Milton一起出去 好就是最比較難 好大家回到4號位 他就可以成為正宗頂級先發 可以 Juan Brown來馬刺隊這個好像上次就做過了 我們必須做一點不一樣的花招 讓他回馬刺是嗎 好像不賴喔 然後再替補加個Achua其實可以耶 好啦我覺得試著來這一波看看 好啦我們現在快樂的回到馬刺隊啦 哎呀這個多麼讓人熟悉的一個陣容好不好 其實我換快樂的最重要的是我們的那個情懷啊 其實我反倒覺得快樂的沒那麼好用 但是我們JJ哈迪確實撐起我們整個得分的重任 我們來看一下 場均17.3分在本賽季 然後正反駁呢 場均11分 還可以 4x2了三分球命中率 然後外在場均6.2個籃板 三次的助攻 0.74超級1.1次火鍋 快樂的在本賽季的話有稍微的下降一點 但我自己覺得也還可以接受 那在繼續模型之前的話 來看一下我們的正反駁 怎麼跟快樂的學到點東西啊 喔閃電第一步耶 哇一個中風會學閃電第一步 回血人物 綠色機器 好正反駁他學這個外線得分已經學到 哇 控球他就免免強強要學 不要學到太多 但他的這個 背身的能力還是給他學一點 至於防守部分呢 防守有慢慢練 但感覺練得沒那麼快 沒關係 切入怪人他怪到90了 彈掉能力也有 哇 非常出色95評分 速度我們就給他那樣子就好了 讓他整體的能力都可以上去 好了 今年就直接到季寶開 我們今年再拿一個總冠軍吧 那我們正反波 現在一路來到84評分啊 他真的是非常的快樂 振奮有沒有 振奮 你就看我是一個非常好的總教練 本賽季二位隊太陽隊 太陽隊的話 哇 只剩他A騰一個人 其他人的話 基本上都不太一樣 沒關係 就算只剩A騰 我們也要把你打爛 1比0 1比1 2比1 3 你憑什麼可以3比1我 為什麼 我看一下 這怎麼可能 這裡面有邪惡力量啊 我得老實承認 我有很多拳我都不認識 但他們也不過 就星球而已 為什麼打爆我們 哇 馬自隊居然 第3名被打爆 我就不論真反波啊 快樂人你在幹什麼 場軍19分 好好好 現在快樂人沒什麼上面全能力啊 我也只能說他很尷尬 然後我們對贏得總冠軍 Jobs Harden 最後拿下最後MVP 今天選秀應該有我們的事情啦 哎呀 我們掉第五孫維還可以 哇 有個拳人叫Dick Dixon我知道 但是居然有個叫Dick 其實你可以多給我一點選用權 我們單換都還好說 OK 我們用浪座波再換 哇 勇士隊真的要到Savoness 這跟我之前的影片不是一樣的嗎 然後他在勇士隊打出生涯年 但我覺得啦 我還是會需要Savoness 哇 我們還可以要到Patrick Bowen 問看看 問看看他怎麼樣 哇 底星要一個Patrick Bowen 快樂人下三點 沒關係 我覺得已經差不多了 但總冠軍我們一定要跟著快樂人一起拿到啊 好不好 這半波你千里值還沒有最頂啊 但我相信你是可以的啊 Savoness Murray Lainer 三分球隊直接練一練 Savoness打中鋒位吧 可以 我們這個陣容就是最後一年了 看起來我們應該準備出來蠻充實的啊 我們替補還有一個Patrick Bowen 很快樂的學 神勇忠練者 飄舞王牌跟 想像第一步 學一學 今年你至少練個十個衛章好不好 控球他有85平分了 已經很穩定了 然後背籃的能力他也有了 他就是可以做一些背籃投射了 防守部分 好像還是差不多 體能好像也差不多 哎呀他好像近幾年了 有點微微停滯住了 今年就直接來到基督賽 我要看一下我們今年這個陣容 到底有沒有辦法拿他一次總冠軍 好現在我們來到最後一年的總決賽 今年的話我們要來對決達斯獨行俠隊 這個眾所期待的牛馬大戰啊 在今年就要一觸即發 其實對方這個陣容我自己個人覺得還算不錯 我們這邊看到 Luka Doncic Prosingas Kochewoski KinHidewayJr 而我們這邊的陣容的話 目前看起來 就是大家心情都還算不錯 特別是正番薄啊 所以我們今年就要好好來看一下 對決達斯獨行俠隊長比賽 1比0 1比1 2比1 3比1完蛋 我們又要被淘汰了是不是 3比2 好像還有料 牛馬大戰強勢對決啊 這場比賽 至關重要 哎 140比139 好屌勒 我們三巨頭至少都有得分啊 還可以還可以 不得分啊 5分5籃本 2足弓1足弓 你多一點的出手嘛 好不好 你看三分球那麼強 要給人家看得到好嗎 來看一下這場第七戰 趕快起來會贏喔 好我們還是繼續裡面 稍微看一下這個結果是怎麼樣 現在來到牛馬大戰這個第七戰 那目前為止的話 雙方在這第七戰看起來 已經沒什麼懸念了 Everly全可以抵押的Proshawoski 一個三分球球技 那這邊看得出來 獨行俠隊是以囤積大難 作為他們最主要的艦隊手段 這邊哈迪一個中軍跳球 球沒有進 Proshawoski 直接拿下防守籃板 這邊再給Gay 再給的是白頭 給他的是Femmerly 四足角三分球球 球沒有進 Lainer拿下了防守籃板 雙方目前二十分分差 Murray 給他Sabornis 兩個都是歐路常人啊 一個正面對決 球沒有進Proshawoski 拿下防守籃板 這邊給他Proshawoski 再給他Gay 中軍跳投球 球沒有進 Lainer這個防守 還是非常的強力的 Murray 這邊是直接被一個欺人犯規 好這個時候 真凡波也來到場上 真凡波跟Sabornis 兩個人的雙彈籃組合 也算是逆行於時代之上 球給他的是Lainer 再給他的是Deton Murray 來到底角的真凡波 三分球軍 我們真的把真凡波的三分球練起來了 Lainer 給他籃下的時候 Murray直接一個搶斷 再給他的是正 再給他籃下 好球 這傳球視野也不錯喔 下個左側擋拆 籃下 四個人守一個啊 Proshawoski這邊再上 要的有犯規 兩發中一 目前剩下最後的1分35秒 Scouty Pippen Jr 來到場上 這邊看起來已經是進入垃圾時間了 擋拆 終局跳投球 進了 這球有繼承到老爸那種感覺喔 下個擋拆 Achua 把他守死了 這球 拿下籃板吧 哎呀這球掉了出去 不過是被Prosingis播出了界內 但是還是出界了 我這邊特別把Dark Kroos拉回到我們的陣容之中啊 就是希望他能以此獲得一次總冠軍啊 Coddy Pippen Jr 這邊給他Sachua 切入籃下 好球到Connington Connington也算是還蠻符合我們馬斯隊的一個 箭隊的一個手法的 好 Patrick Bowen 籃下 手很緊 Bowen他有一個優勢就是在他這個臂展啊 還算是相當的OK的 這邊看起來是會執行最後一個三分球進攻 拔起3分 球 沒進 好那這次的比賽就是其他這個地方 最後的話是118比90啊 我們最後是贏得這場比賽 並且成功晉級到下一輪的季後賽之中 今天Jana Hari是得下26分2籃板4入攻 從遇上的話是非常強烈的一個球員 Sabonets這邊拿12分11籃板4入攻3超級的表現 Prosingis拿下20分15籃板3主攻 Pok Chivosky拿下17分3籃板 Local Downcharge拿15分5籃板10入攻2超級的表現 好那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預計會把下一輪的兩場比賽 再把它做一集新的影片 那再請各位持續觀看我們這個系列影片 那就像我前面所說的 如果各位可以不要讓這支影片破1萬點1的話 我應該會還蠻開心的 但他到底會不會履行承諾這件事情 我也不曉得 好那我們今天這影片的話就先在這裡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